我們要先來解我們的作品介紹 因為漁船他們採用的都是A級燃油 而A級燃油呢容易造成液氧化碳以及碳氫化的物 所以我們才做出這個作品 我們的作品呢可以利用小型的電力 然後以及磁液的排斥力 然後來代替漁船使用A級燃油 首先呢我們先看到我們的滾動裝置 滾動裝置我們主要是用兩個磁鐵 一個是S級一個是N級 當他們達到靠近活塞的時候呢 可以做一個吸排斥力的動作 而我們採用四個磁鐵在滾動裝置 提高我們整體的效率 接著看到我們活塞的磁鐵 磁鐵有連接兩根鋼絲 主要是可以代替漁船使用連桿 然後來代替整個活塞運動 好接下來我們請看我們整個運動的施衣圖 有看到了當我們滾動裝置在滾動的時候 當我們N級跟S級的磁鐵靠近活塞 會造成C排斥力的動作 而每次C排斥力都會造成一個去米軸的轉移圈 這就是傳輸動力以及我們魚船模擬裝置的產生 好接下來請下一位同學講解我們的部件介紹 接下來我要介紹我們作品的部件 首先呢我們的滾動裝置是從網路上找模板 放進雷雕機裡面製作 最後再把它一片一片的組裝而成 讓它做一個旋轉運動 帶動我們的磁鐵 針筒跟針筒中的磁鐵呢 我們在模擬活塞跟氣缸 跟滾動中置的磁鐵跟針筒中的磁鐵 在做一個吸排斥力運動時 連接我們下方的連桿 帶動我們的曲柄軸做旋轉運動 而曲柄軸我們選用木頭 再做車窗的車工 因為木頭的好處是既輕量化又牢固 接下來我要介紹我們的調速器 我們的調速器採購了 Arduino電路盤 用來控制我們馬達的轉速 最後由馬達再連接我們的滾動裝置 來帶動整個滾動裝置的速度 運轉的速度 剛剛我們有提到 我們的作品呢 主要是利用小型的電力 然後以及磁力 然後去改變 漁船傳統使用A級燃油所造成的汙染 而當然呢 我們的作品也出現很多瑕疵 也有感性的空間 所以接下來我要向各位老師 介紹我們的未來展望的部分 首先 漁船 他們現在大多使用的都是四缸引擎 而我們採用的是二缸引擎 當然我們要希望以後 用在船上的裝置的時候 我們可以加二缸引擎 走換成四缸引擎 然後用以符合我們漁船 採用的引擎形式 接下來呢 我們的裝置如果裝設在漁船上呢 可能會因為風浪的問題 以及船舶的重量 會增加它的負載 所以希望我們的磁力可以加強 接下來我們的調速器 因為我們的調速器是手動的方式 所以很不方便 我們希望以後裝置在漁船上呢 我們的調速器 可以融入在我們漁船的控制系統裡面 然後以達到方便的控制 調整轉速的目的 好 以上就是我們的產品介紹 部件介紹 以及結論以及未來展望的部分 謝謝各位老師